脚伤刚刚痊愈的天王郭富城 5月19日启程前往美家举行巡回演唱会 陈正透露这次演唱会将会有很多新元素 包括新发型、新衣服 以及刚刚痊愈的新脚甲、新脚皮等 之前很担心啊 因为是两个礼拜以前的事情 然后弄到的时候是蛮严重的 因为它的皮剥开之外 而且这个脚指甲它也切开 所以这个时间里面留了很多血 然后过了三十个小时 就因为有工作 所以过了三十个小时之后才看医生 然后医生看完之后 诊断之后就是说没太大的问题 要给我一些药 然后我也很小心地处理 所以因为我受伤之后 四天之后就要排舞了 要排这个演唱会 所以之前就蛮担心的 但是排舞的时间里面 就尽量不用太多的力 而且包得很好 要去跳 然后现在已经是完全没事了 已经埋口了 全部都已经可以说是完全康复了 这次美加的巡回演唱会 都是郭富城巡回演唱会安可部分 他表示将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两天 欣赏其他的演出 同时面对满满当当的工作安排 他也是毫无心思顾及个人感情 一切以工作为重 因为这段时间都是拍 回来之后 作为拍一些广告 还有做一些广告的一些活动 而且要飞到法国去 然后之后 现在因为现在有几个剧本 所以我平常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去挑哪一个剧本 在七月到十月份的时间里面 希望可以不妨碍 妨碍我在八九月的时候 在内地的一个巡回演唱会 所以 因为十月份以后 也不能动我的脚 因为我在香港十月中的时间里面 我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演唱会 所以也需要从十月份开始要准备 所以现在都是 有这样的计划